歡迎大家回到貝昇企劃這個頻道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也可以按Thank 按鈴鐺 之前也說過所有功能都是在Patreon 大家可以在Patreon登記之後 再把Discord連接之後就有之前說過的機械功能 今天我也不想花太多時間去說功能上的東西 因為大家應該之前跟開的都見過 所以就直接回來想說 今天港股哪些是有穿透力的呢 上個星期就說過美股 現在就說一下港股 如果你計算在港股中有多少個百分比高 比當年的平均價高 你會發現很多公司都是不相百中的 你會發現跟美股有些分別 可能最低是三十多個百分比高 但最高也不會出現了七十個百分比的狀態 其實你不需要看任何的股票 即是看回營賦基金 你都會大概知道那個狀態 其實你計算十幾年來 為什麼他可能還行之後 都是可以做到50% 在高於當年的樓上呢 這個就是牽涉到 他可能是年頭很高 然後就像這些15年 18年 甚至乎 其實如果他從頭一年跌到二三年也好 你會變成有一半時間 如果他跌得太誇張 在大部分時間的低位的話 他會超過或近乎一半的時間 都是在當年的一半以上 所以這裏出現了漏洞 所以多了 計算三年、五年和十年的回報率 即是連回報率 大家也可以在Patreon 下載 Excel 如果你是配星研究所的Tier 也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可以進去Patreon 下載 Excel 我今天講的都是純粹 我看完之後 就是自己的演繹 大家可以看完這個表之後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 我現在都一直講 又改回那個條件 你會發現其實有些 例如我們假設 例如你用遞減 你會發現五號是很高的 甚至乎剛才是在177這些 都是高於平均減 但是五號你就知道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特別好過 如果呢 好像剛才這樣 你試試用十年回報率 這個計算 你會發現只看一樣東西 都是有點盲位的 即是十年回報率 其實呢 這個708 如果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恆大汽車 其實呢 就是 如果你不在21年打喉 那它的確是強度爆炸的 那它的十年的年回報率 是去到六成多的 變了 就開始有些東西要開始剔走它了 那我現在呢 其實呢 螢光黃的那些呢 究竟是做了什麼呢 其實螢光黃的那些呢 其實是純粹 我看到呢 就是大致上 大家都熟悉的 叫做 1823 不是打錯的 我最初以為是823 那我試試打回 那這個是highlight這個 那就會是這些呢 就是比較大家熟悉的 叫做藍醜 例如中移動 騰訊 匯豐 這些呢 那我就highlight了 在這裡 那 變成呢 就可以做它 拿來當是一個 比較 因為941 我猜大家都覺得它是 一個 都是穩陣一點 而它就不是說 叫做斜向上的那種狀態 那其實呢 823 也是 叫做 本身是應該 叫做斜向上的那種狀態 就是 好像美股式那種上升 但是這幾年 都不行了 那其實呢 我覺得呢 都是唯一 最 最合理呢 都叫做 無論是五年 三年 因為呢 這裡呢 其實是 我看是否可以freeze 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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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不凍結 視窗 因為實在太奇怪 那 變成呢 就 正如剛才所說 就只有 AIA 叫做 比較正常 你看回 就算是700 其實這兩年 過年回報率 都是倒下的 那 比亞迪呢 你見它 反過來 就是 在 在 這個狀態呢 它就是 近這幾年 才是升得不急的 那所以呢 這幾年呢 就是 有這個正回報率 特別是近這三年 去到 七成幾 那所以呢 如果呢 你再 叫做 大於 零的話呢 即是 如果你要年回報率 全部都大於零的話 就開始得到 越來越少 那我們用回 AIA 做 對比啦 AIA 就是19 50 50 這裡呢 全部都是正回報 那 如果呢 你當 這個回報率 大於 0.03 然後呢 這個呢 都是選擇呢 大於0 啦 因為呢 你這樣呢 才會做到呢 那個效果就是 它 起碼呢 這個圖呢 都叫做 是 車向上的 如果不然呢 會出現一支 好像 叫做 恆大 汽車那樣呢 它是 臨尾才是狂插的 這樣呢 變成呢 就做不到那種 叫做 穿透力的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剪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頭幾隻呢 你未必是很熟悉的 除非你玩開 這些細架股 但是呢 其實呢 你看上來呢 就真的 圖是 漂亮的 但是呢 就這些 你看到1908 是這樣的 1908是什麼呢 就是 建法國仔 那我猜應該都 除非你 玩財技股 在15年之前 這樣買 如果不是呢 都應該很難買得中 這隻的 還有另一隻呢 就是我在 平時都有說的 就是 412 那這些呢 都是 看15年看不到的 因為它那些 都是暴跌得很誇張 再上來 那如果你看回 這幾年的圖呢 那它的確呢 是可以做到 一個 緩緩向上的 狀態 但是呢 都不太 太符合 那個叫做 穿透力的效果 那 那 1906 其實呢 它都幾 為什麼你說 那些數字上 這麼理想 都是這麼 好像 都怪怪的 因為它其實呢 講股那些 零射取巧 它就是因為呢 它是 暴升暴跌 所以呢 它暴升得來 升得太厲害的時候呢 它會導致 那個連匯報率 很高 然後同一日呢 它單日插九成之後呢 那 就變了呢 就會發現呢 拉雲來說呢 可能 都是得過吉之後呢 它那個 那個 叫做 在這個 高過十年平均值 那個狀態呢 也都非常之好 但是呢 連匯報率都很好 因為它只是單獨一年 這樣插發 所以就變成了 有一個這樣的狀態 但是其實 1908和 1906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就是這兩隻呢 已經算是 起碼 到現在來說呢 相對於十年前來說呢 它還是還有一個 回報啦 起碼就是 三成多 其實真的很難 那你說呢 其實呢 在開始呢 如果你說剔了些 古古怪怪的股子之後呢 你說在香港值得哪些 是留意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 你說 1908 或者是196 我覺得這些正常的 就是 買了你都不會夠膽去 長坐的狀態 所以呢 就剩下 你現在看 開始就是正常一點 就是2020 2331 268 然後呢 1211 285 然後呢 很多呢 都叫做 電動車啊 然後呢 就是 開始呢 就是 叫做 半導體 981 也是半導體 然後呢 669 本身都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因為寫完報告之後 就插了下來了 那就剩下一些 金山 那我先插一下 那我先插一下 那就是 例如剛剛 2331 還有 268 那就是 這些184 應該就開始 沒有人知道了 那 921 都算是正常的 那 921 是什麼來的 就是 做電器那個 就是 海龍 不是 海龍 看看先 是海信家電 海信家電 然後 其實呢 其實呢 這些呢 在 990 這陣子 有時候的異動股都見到 那你990 看看 它好像應該是地產股來的 你看到 你看到 你看到呢 你看到呢 21年 這些就是港股式的古怪 就是 你在 十年來講 你又覺得它不是太差 就是 你看到 你看到 這幅圖 你看到 這幅圖 990 那你 你看到 它 十年匯報率不差 然後呢 就是 三年匯報率 簡直是 有一倍 這是正常的 三年匯報率 那麼 變成 這些也是 普通 你 用數字統計 就會 用圖像 去看 就會 走漏了 那 如果 你計 我猜 198 又是 一些 王朝家居 那你當 十年前 大概一三年就是這些位 那 也是這些狀態 的確 如果你計 十年 它就是這樣 向上 不過 我想 王朝家居 反而 十年前 多人說一些 英國十幾年前 一年的時候 多人說一些 但是現在 沒有什麼人說 然後 下面 12991 那些 其實 都是非常低 如果你 踢除了之後 你發現 連騰訊 那些 領會 還有 中移動 都會 完全不見 所以你發現 香港是很難 找到一些 穿透力的公司 那 如果 都要 找一些 當是有穿透力的公司的話 那 你會發現 就是 頭那幾間 其實都是消費股 就是 2020 2331 還有 12 叫做 還有 下面 大家可以留意 近來 都有移動的 消費股 這隻都是消費股 金圓 米業 其實都 近來 都很厲害 677 還有哪隻移動呢 就是 剛才想說 這個 1368 都是運動股 這隻 是 1361 你會發現 很多都是消費股 來的 還有 168 就是 青島 青島 啤酒 那 你變成 291 直接在上高一點 291 就是 華潤啤酒 直接在這個位置 還有一隻 就是 牛奶 所以發現 就是 消費股 那個 消費股 的 穿透力 就是 會高一點 其實 你會發現 在香港 是這樣的 就算 在內地 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回 香港 因為 比較少 這種公司 就是 白酒 很類的 就如 你 打回 600519 茅台 這樣 其實 茅台 如果你用回 十年計 你會覺得 他都始終 像一隻 美股 多些 所以呢 就 如果你說 在香港 你要找 消費股 的話 我覺得 哪些有穿透力呢 其實有機會是 消費股 還有就是 近年 就是半導體股 所以 如果你說 穿透力 如果不計 AIA的話 就是 就是 這些半導體 以及 消費股 但是 如果你是 不想 買死一隻的話 我也是 說了 無數次 就是 我也是 覺得 你消費股 可能買回 200 零六 即是中國消費 其實他都包括了 安踏 茅台 還有百姓 還有 連 比亞迪 也都在 裡面 他 可能 沒有的地方 就有些 酒店股 就是 有些 澳門的酒店股 包括 銀魚 那些 農夫 山泉都在裡面 你可能會覺得 在這裡看上去覺得 不是 看上去 看上去 垂漏 就是 在這裡 從90元到50元 但是 因為 存活的時間 是在 2020年才開始 所以 可能 就會出現了 在 2020年開始 正如 茅台 在2500元 現在 1700元 甚至最低 1300元 所以 就會變成 其實 就是 剪了 這一段 出來 放了 現在 這個 206 的 這個狀態 所以 千萬不要給這幅圖 太窒了 因為 其實 如果看這幅圖 就變成 好像 不是很多電 其實在香港 和美國 都是消費股 比較強 消費股 比較穩陣 有升幅 一定不及 半導體股 如果看半導體 都是 3191 這隻就是 中國半導體 你看到 剛剛 其實 它已經升上來 都不會跌了一半 剛剛 那個交易 都升了 4%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 半導體 ETF 當然 如果你有衝勁一點 當然 你可以找一隻 981 或者13850 看看 會不會 可以單憑 過股去 穿透 就算 我在美股 都不敢 說 賣死一隻 很難說 你十年前買Intel 覺得沒事 你現在都很糟 很難說 馬英懷達 那些 遲早沒事 那樣 英懷達 都是高PE 所以 它突然有什麼 動作 都很合理 所以 我就不會去 特別去一隻 還有 另一個就是 雲端 雲端 就是 3888 還有 你看到 268 香港的雲 其實都 不是太多 那 那些古怪雲 那 航運股 其實都是OK的 但我沒有特別理 因為它其實都是這幾年 是特別厲害的 那 現在其實 你說最近 航運股 我都覺得 只有一隻 算是 落後一點 那其實其他那些 都已經 放上去 最初的1138 都還可以 但是 其實這隻都放得不少 但是 近這幾年 沒那麼激 所以 我都覺得 航運股 可能只有一隻 那其他都已經 其實不是說不升 例如316 你見 其實它都已經 抽回 上去 呃 這些 10個月 和20個月的 平均線 所以 就算 316 都是不差的 但是 你會覺得 自己好像褫脱了 那樣 也沒有航運股 的 ETF 所以 就 你寧願 剩下 半導體 3191 雲端 剛才說的 那項目 忘記說 就是2826 那 2826 你見 也都是 抽了 因為它也是 差不多 升了沒有 那一陣 就倒下 那一段 所以你會見到 只是倒下 那一段 你看不到它 升幅那一段 那 所以如果你 你預計它是 好像 就是 叫做 268 和 3888 都可能 波動大 但是 都叫做 起碼 不要只抽了一段 就是可能 再久一點的時候 可能它會出回 之前 一段的狀態的時候 就會 導致 2826 那個穿透力 都會不差 當然還有 207 就是AI 就是新一類 這個 之前 都有提過 那 2826 就是 剛才想說 就算 美股那些 雲 ETF 都是不差 這幾年 跌了 但是 將來 都是 有需要 所以我覺得 在雲端 半導體 和消費股 我覺得 穿透力 會比較強 那 你自己 夠不夠膽買 單邊一隻 那就自己決定 其實 如果你說消費股 即運動股 我覺得追落後 只剩下 1361 因為消費股 運動股 其實 以前是有其他 匹克 那些 都已經 私有化 所以沒有了 而 1368 也不算是沒有升 過 所以 就變成 只剩下 1361 可以叫做 看看會不會追回 幾年的升幅 就是 你看到 2020 那個 市盈率 看看他們的市盈率 現在是 35 但是 你看到 1361 可能都不會有35 的狀態 只有十倍市盈率 你看到 移動股 又出現了幾次 所以大家可以 留意 這些 當然 我的編號 當然是去回 ETFOD 你看到 香港的 港股 玩法 是 好像 708 那些 突然 也不是特別 例子 香港也太多 突然 插下來 然後停牌 所以 比較少 如果你真的 想 玩一個 穿透力場渣 的話 自己個人 就不要 去 特別 一隻 就算 你現在看見 氣勢如虹的 中心國際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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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只買一隻 我暫時說了這麼多 香港的 選擇 其實就比較少 一些 ETFOD 也比較少 所以 大家可以看 這個表現 看看你追求高回報 還是追求穩定 都可以在這裏 找回 連結我都會在下面放 大家可以自己去PATREON的連結 下載 我們 就 交易日再見 拜拜